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今天行动党八眼虚谷会员林冠一表示 沙努西不应该试图把责任归咎在媒体 如果媒体5月31号错误报道或者是错误引述的话 沙努西应该立刻联系该媒体 并且要求撤回以进行更正 为什么在七天之后被警方传召问话才提及此事 Jadi di sini saya harap sebagai seorang Menteri Besar yang beliau sebut adalah berani beliau harus mengakui apa yang dia sebut jangan baling batu sembunyi tangan itu bukanlah telatah atau tidaklah tingkat laku seorang Menteri Besar Kedah Menteri Besar Kedah harus sedar bahwa beliau telah menimbulkan perasaan tidak puasati di kalangan rakyat khususnya rakyat pulau pindang 林冠仪表示 沙努西否认发表声明 并将责任推给媒体 这就代表后者不是一个诚实 勇敢充满政治信念和言出必行的人 喜剧脱口秀演员Joseph Lynch 以马航MH370失恋案来开玩笑 罔顾MH370罹难者家属的感受 结果激起千层浪 罹难者的家属就在网络上倾诉感受 强调了 不应该拿他人的悲伤开玩笑 他的丈夫穆罕默哈斯林 就是MH370班级上的空服人员 而如今他和儿子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 bro, it's truly not funny no matter how evil you are but you don't mention MH370 or making fun of it you know my son Muhammad he is still crying until today over his lost papa and here you are having the audacity to make fun of MH370 and do you know how many mothers are still crying until today no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empathy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另一方面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 也震惊于对方的骇人言论 表示Jocelyn Chuck肯定不代表新加坡人说话 新加坡珍惜与大马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并对所有大马人所造成的冒犯感到抱歉 大马驻美国大使纳子里表示 在新加坡出生 如今相信是美国公民的Jocelyn Chuck 贬地大马不是发达国家 讽刺没有网络 拿马航MH370失联事件开玩笑 都是不重要的言论 也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而友好且紧密的马心关系 并不会被这一切犹如蚊子咬的事件所影响 纳子里说 大马人无需在乎他的言论 因为他所说的话 没有分量也不重要 那么至于无形团将在明天 到美国驻马大使馆外投示威 纳子里认为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 另一方面副首相阿姆扎西表明 Jocelyn Chuck的言论将交由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调查 之后再交由总检查署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今天的无形团代表大会上 无形团长阿克玛就向行动党喊话 要求他们保证在团结政府当中 不会发表反马来人 反伊斯兰种族主义 以及支持共产主义的言论 另外他也提到火箭过去 对巫统种种不负责任的指控 如今应该道歉 如果正确认,为什么跟 GPS可以做 为什么不跟我们 正确认吗? 正确认 我从主席阿摩扎西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道歉已是无需再被挑起 他们已经说了很多遍 即使在组建政府的谈判当中 这件事也成为巫统主要的谈判条件 而行动党已经百分之百同意 因此没必要重复已经同意的事 阿摩扎西强调 切勿被那些对政府的存在和稳定性 感到不满的人士所愚弄 因为事实是 国阵和西蒙的团结已经形成 并且越来越涌下 另外他也说 是为巫统战友加入其他政党 并不会冲击到巫统在来临周旋的表现 巫统还是巫统 还是受到人民 尤其是马来人和穆斯林的支持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穆哈姆沙部宣布 肉鸡和鸡蛋补贴措施 将会在6月30号结束 国内的肉鸡和鸡蛋价格 将在7月1号开始 恢复自由浮动 部长表明 随着这一项补贴措施的结束 让国内贸易及生活肺部 得以评估和控制商品的价格 对比当前零售的上限价格 决定涨价还是降价 他说了 在补贴措施结束之后 为确保肉鸡和鸡蛋的供应稳定 农粮部实行软着陆机制 其中包括全面取消对活鸡出口的限制 以及批准从来源国进口肉鸡和鸡蛋 接下来快速的浏览其他的新闻 六周选举脚步越来越近 冰城首长也宣布了他们的重要日子 卫生部长查理哈表示 2020-2022年还没有接种人类乳突病毒 HPV疫苗的中医女学生 超过33万人 部门承诺将会为 2021、2022和2023年阶段的所有女学生 在毕业前接种HPV疫苗 美政部长蔡福丁说 在2018-2022年期间 一共是有4282名公务员 因为烂毒和吸毒而被定罪 国家反毒机构和雇主合作 通过无毒品工作场合项目 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职场 推行毒品预防教育计划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